各位观众 这个组合是否觉得似曾相识 好像某一个节目叫做东头湾道99号 见过我们三个呢? 如果未演过就试试找这三个人搜索 看能不能找东头湾道99号 我们先介绍自己 很多朋友可能不认识你 我是花家姐 看你的样子这么低低 应该是花家姐 写出来 我在这边又叫了名 艾力力 中间这位高sir 应该都会认识 因为你们左看右看都会见到我 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 越来越喜欢上镜 还要你横跨所有的网台 你直接行上镜运 有线你也去 ViuTV你也去 那全部都去 最可以的不要签约 不签约就自由身 喜欢去哪里不去哪里 你是全香港第一个自由身艺人 穿梭各地 快要上TVB了 是的 所以我现在都是偷高sir 刚刚而已 其实不是的 有什么大事 我告诉你 我说话做节目 因为我通常不拿稿 为什么不拿稿 我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先学一下你 我先订阅一下 不是的 我们也有时间 原来我问过我那些粉丝 你们为什么要看我 财学又不行 国语又不行 不是的 他们说 就是喜欢我 就是喜欢我说话 是真的一样就说 不是真的一样就不说 那今天你要照样做 是啊 一百几十万来看我们的节目 现在很多网台的听众 其实他们都是喜欢听真话 是 我们一向都说真话 是啊 因为我尝试过 有人打电话上来问我这些东西 我是不懂的 我就告诉观众 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懂 是 那我就会下一次 我会找个法科师傅的 尊科师傅 来解答你的 所以如果那些财经演员 好像你这么有道德 就是他打电话上来 就是他会不回答 不认识阿曼太 Sorry 我不知道上还是下 不如你找个第二个问题 那就好了 就是他们就没有你这种道德了 他们什么鬼都说懂 喂 艾力力 你知道他什么鬼都说懂 他会害死很多人的 就是 他就以为你真的懂 原来你信头开河 是啊 他信了你 因为他是你忠实的观众 他以为你说什么 是 他都会接受的 没错 这样的时候你就害死人了 但我就不会做这些 不懂就不懂 我们就是喜欢你这一样 所以我们这么喜欢高sir 是吧 高氏兄弟 如果大家是第一次接触我们这个平台 我可以介绍一下 我们叫Radio99 网络电视 如果你在YouTube看 你也要看我们这条频道 没错 我和艾力力 之前都是做一个奇案节目 高sir是我们常任的嘉宾 在这个暑假期间 我们就开一个免费节目 尝试一个新的内容 暑假时候可以什么都试一下 暂时可以放下平时的压力 试一下新东西 如果对我刚才说的东南湾的99号 和我们其他的灵异节目 例如是 夏次云外 夏次云外 和《无底深谈》 就未看过的话 不要紧 逢星期二和星期日 在这个7月到8月期间 都可以免费给你们 重温一些精选的节目 是的 可能有些朋友以前看到 二六九三个月 我都要先想想 是 怎样都要试看才行 现在不可以不让人试 试吃都要试 随便看 不是啊 他看过你的东西是值得的 他就自然你不找到 他会给你钱 那你就让他试试吃 我想高sir带你开心分享谷的朋友来 是 好啊 好 好 好像有几千万个会员 不是 因为他们 人最主要是二变四 我们可以的 二变四四变八变十六 是 初时我讲鬼 我都不知道 我自己原来讲了 这么多人喜欢听我讲鬼 第一我又不是法科师傅 我又不是这些 我都不是这些 我都不是这些 但是一样东西 就是 你们说有鬼 我都没见到 又感觉不到 就研究了 研究了 把研究的心思 说给别人分享 原来他们是喜欢听我这些 最重要是打人入局 不过其实高sir的可数性很高 例如我们今天这个节目 都找高sir来一起做拍档 实在很多 这个节目 真的很难说你不懂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一定是你懂的 是以前的 我以前 我们没有手机之前 我常常去看报纸 每天都去看 不过我就不会看珍拉日报 因为那些东西 一边是黄色 一边是讲码 我又不懂码 是什么 珍拉日报 珍拉日报 什么来识 1970年 89年 叫做珍兰日报 珍就是珍珠的珍 兰就是木字边 双门的兰 有这样的日报吗 是啊 那我们一看 一看人家 就把那些报纸 摘四四方方的一个一个 就等到后袋 是啊 右边就是一瓶酒 那些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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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来就是一瓶白酒 就倒入一杯 你只能在那里看 那些色彩东西 那时候没有互联网 是什么 那些口水流流 又喝一口酒 是什么 对啊 你明天上网 珍拉日报 很过瘾的 搞笑的 所以说 找你做这个节目 是绝对没有的 99当年奇闻 一听到当年奇闻 你全部这么清楚 我当然是 我是那个年代的人 现在时间交给高sir说 都说了一些概念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节目 话说 我常常要去图书馆 找一些旧案件 那我找到的时候 哇 原来 以前有那么多 古灵精怪的新闻 如果有机会 跟听众分享一下 挺开心的 难怪你经常浪费了 一整天 十多小时 在图书馆里 一趕你都不走 原来你在看其他报纸 真的会被他摔进去 因为很多那些旧文 就是原来 那时候发生过 那么古灵精怪 真是miss了 或者完全不记得我 没错 没错 你看小说 看新闻而已 你会追着追着 不舍得放 我们那时候都是一样 一看一份报纸 我要看完 我才能离开自己的崗位 如果你想追着我们的节目 上youtube我们的频道 radio99 网络电视就会见到 如果你真是想 看我们的 逢星期一晚上 9点就 在这个暑假期间 都会有一看 是 没错 之后有没有看 就靠你们的反应 你会不会有一看 其实很老实说 这个节目很厉害 真的要找 真的要找 不是就这样 坐在我上网 要把心情放进去 你那样东西做得成功 不然我会觉得是一件 苦差 没错 而且大家现在 基本上很少看报纸 以前会看到手都黑了 喝茶又会打完报纸 现在没有这种情怀 全部在网上 但你又不会特意找些旧新闻来看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 帮到你可以去温固资深 和拿回集体回忆 应该是三十岁以上的人 谁知道的 我们的听众 就是最喜欢看的 没错 为什么呢 我们将以前 你们遗忘了的新闻 遗忘了的事 将在这里 一一呈现给你们看 如果小时候的年纪 你朋友会不会 不知道我们说的什么 我会尽量解释 你们知道的 说到你知为止 是的 如果有什么再需要 就问问妈妈 他们这三个哥哥仔 在说的什么 不是的 因为小时候的 我们就要将它重新 带进去以前 我们的旧新闻那套 让他们 不要说 现在那么激进 以前我们这些人 哪有拿中援 总之没有钱 我们去砍石仔也好 捱两份工 三份工 捱到胃出血都要去做 这个就是我们的精神 可能我九十朋友说 阿叔你说什么 不要浪费时间 其实很多旧新闻 和现在的新闻 其实是很似的 只不过是 这些事情发生在以前 和发生在现在 你发觉 这个世界是不断循回 不断出现的很多东西 是啊 听下来你就知道 看到一些鬼迹 是啊 以前是这样 现在又怎样 好像看历史 你可能学到一些东西 将来又会发生什么事 其实你以前已经发生过 是 例如这件事 这件事 这件事很惨 一来 为什么这件事很惨 1997年10月 有没有听过呢 10月发生的 我只记得1997年10月 是什么 金融风暴 1997年10月 那时候有 但那时候是七一回归 是 那我过都打算 我们香港回归 大陆之后 就下了一个怀抱 是 大陆那些大陆水 东方水 全部都合声过来 怎料 一样东西 它是过了8月左右 是 接着回归了8月左右 开支的股票就下来了 是啊 原来他们那时候 我们计错了 就是他们将那些钱 是真的下来了 但是就要做到回归的时候 光满升平 和那样东西 比较 那时候那些东西 全部都炒高了 好了 到回归完了 那些摩摩摩 收拾东西走的时候 就连起钱一起收拾 估到 除了一些股价 从高空到下 就是说这个事件 都是跟这个高空到下 是啊 很可憐 1997年10月7日 就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 有个外籍的女傭 就因尼泊尔的女傭 就将她的一个少主 一个BB仔 就从26楼的一个大厦里 扔下街 然后自己也跳下楼 就自杀 在哪区呢 这个是在北角区 北角区 有没有印象 这件事我就有印象 是听过的 哇 这就变得好 那为什么 那时候 谋杀案 自杀案 就不是那么多 是现在才多 看不开 十多岁 年轻人又说跳 读小学又说跳 中学又说跳 大学又说跳 那你何时跳到出来做事 但这件事 我想起 他会不会是炒空股票 尼泊尔的女傭 原来不是 他不是炒空股票 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他怀疑他是偷金色 就是偷了雇主的钱 金色那些东西 就被雇主摘麻 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被冤枉 或者他发觉 我没有做过 即是他太生气了 他太生气了 他就把他的少主 在他那个老板的外府的家 在二十六楼 就扔了下街 然后自己去第二个窗口 一起跳下街 这个我想都是给你斩的那个 本身的妈妈中痛苦 即是你已经扔了我儿子到街 这一世 但这些间中有发生的 即是你大家都听过 那些飞容 印容 无论哪些 就会下降头 譬如印尼那些 即是居民 他们很喜欢下降头 其实他的目的 就是希望我雇主对他好一点 但他会拿一些 M斤 拿一些好东西你喝 拿一些好东西你吃 又会有些尿液 又放入你的饮品那里 即是很多时候 多很多团队电视 家里有些家居的团队电视 那时还没听 整天都拍到这些 其实你听下来都很害怕 但在这件事扔了婴儿之后 其实这么多年 好像没有什么 没有听过 有发生的 就是婴儿扔到街 有类似的 有类似的 会有的 即是自杀当然有 扔儿子或者扔女儿 就有了 我试过好像有一个 不知是否斩了妈妈的头 但好像没有扔到街 扔子女就多一点 那些女傭虐待 那些少主 经常都时有听闻 可能趁老闆不在家的时候 就对那些年轻 不断扔他下去的水桶 那些 我不知是 不记得是发生在香港 还是大陆 还是东南亚的地方 但经常都听到这些 但你知香港人 其实他们的生活的问题 大家两夫妇都要出去搵食 很多人都依赖外傭 去照顾小孩 你听到这些新闻 其实你怕不怕 我有个朋友 不知道是否他参考了这宗新闻 即是他的工人 他的工人 有一天 他又是怀孕在心 即是生气的故事 那他就跟他说 刚才阿鸣 我想差点想扔你个儿子到街 同意 林文静 只是说一句 然后他就已经害怕到 立即炒他 立即赔钱 如果他跟你说的那些 他其实是拼炒 现在最新闻 但你还敢留他在那里吗 他是拼炒 他真的拼你炒 所以你也不会留他在那里 他们很多方式拼你炒 但我不太明白 有时我问过自己的外傭 其实他们拼炒之后 想怎样 炒完之后 没有了库库后 他可以去其他地方找吃吗 他说可以 当然可以 但别人会不会再觉得你有问题 不是他不知道 他还不知的 他还不知的 没计划吗 没计划 你查不到 不如找到个故事 这些秘密 经过那些中介公司 又不知怎样使用 又介绍给你之后 他们不断地拼炒 拿多些钱 他们常常 回程机票 等等 那些好处 我试过有些朋友 他的外傭 是突然间 今晚还在那里做完 明天早上 突然间收拾房子 不见了 行李都不见了 就从此找不到他 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但他原来 我就说他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如果去报警 警方会找到他 他其实很不可能 在第二个故事工作 他们说有可能可以 当然不可以 又或者他们偷渡了去台湾 或者其他地方工作 因为赚得更多钱 哇 但是这个应该是后期的搬盈 不计划 不计划死了 不计划死了 因为有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说 那个飞融 或者引融有什么外职员工 如果在这里 你说 刚才艾莉莉说 走了老的 你根本上去其他 请不到 因为入境处 他要 但他会登记 如果在你家做的 就是在你家 如果你自己在一间茶餐厅 在隔壁街 你那个外职佣工 落到茶餐厅 帮手 一样拘捕你 是呀 现在拘捕的 大家都要看广告 不能的 在你家就是在家工作 是 但是外职佣工 老实说 这些很多问题 老实说 虽然好的人很多 但很多问题就是借钱 应该也听不少 他们借完钱之后 便会上门 找你追溯 但其实很容易解决 因为如果你住屋 基本上收索佣工 就不能上来 如果你住一些堂楼 等等 他上来便报警 或者你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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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借最多 借三个月的工程 三个月 所以他足够走路 引诱到他走路 但是他的利息 或者其他人比较高很多 而且他们走路的机会不是那么大 为什么呢 他们连他们当地的家记地址也拿了 他们有当地黑社会和他们合同 那他们怎么走 但三个月也要一万多元 那便不会走 所以很多人都说 你请过工人 我算是非常幸运 我请一个 完全非常好 从头到现在都有帮我们 说一下彩数 好像高sir找了一宗新闻 这个司机又不太幸运 是吧 1967年 什么事呢 1967年 在大埔 其实那里叫做虫仔园 但我们很熟悉 大埔人 特地找这件事给你说 那里有一条桥 当年浸死过很多人 那里叫做猛鬼桥 那五尾浸死人之前是否叫做猛鬼桥 当然不是 那里叫什么桥 那里不知道叫什么桥 但我们叫做虫仔园公园 那条桥好像没有名字 没有名字 但是浸死人那里 因为浸死了二十多人 所以有二十八人 二十八人 那条桥 这条桥 有一个的士司机 他说的士司机 在那里晚上 载了四个人 就上了上面的的士 那怎样走一段 然后的士司机 另一面看 那四个人就没有了 这么怕 对 他说去粉铃 对 那去粉铃 那边当然是和鱼石 是的 和鱼石 其实是一样的 其实和鱼石那里 现在就叫做长华村 以前他们叫和鱼石村 有些人是骂你的 为什么中国人 有很多东西很秘技 其实在报纸卖的时候 在1967年的时候 卖这件事的时候 其实这件事发生的时间 不是1967年的 它发生有鬼就是1967年 在1955年的8月28日 在这个 在松仔园 在松仔园 有一些学生 就去那里去玩 去那里 经典 就去那里 刚刚说 玩风落雨 他们以为 在桥底那里可以避雨 那几十个学生 就走到那里 谁知道 一落雨之后 松仔园上面 全都是山来的 那些水 就有多个 山坑就吹下来 整首了28个小朋友 28号 就跌了28条人命 很邪 是不是邪 又是28呢 这件事真的很经典 刚才我们也看到一张 在1955年的报纸 他就会拍摄那班学生 全部是司舌司 是的 都挺好看的 是的 因为我们太惊吓了 不要看了 那现在那张 但那时就拍了一张 是的 那你还有 现在死了28人 又如何 就是立了个碑 就在了这个松仔园 那里 现在还在那里 还在那里 那就是纪念了这一件事 这件事实际上 我误会了 因为我其实经常都听过 这件传闻 就是这么猛鬼 有几十个学生 过身的传闻 大家都知道 但我们就没有 我就不知道 原来在大埔 我经常都以为是洪水桥 很多人混乱 在元朗的洪水桥 原来不是发生在那里 很多人混乱 因为洪水桥那里也很猛鬼 因为洪水桥是一个地名 但是洪水桥本身也是猛鬼 也是猛鬼 也是猛鬼 你现在要找猛鬼代言人 说是多猛鬼 其实一样东西 你说大埔松仔园也好 或者是说洪水桥 这条猛鬼 因为洪水桥那边 就是以前的乱葬岗 那你的乱葬岗 又是乱葬岗 好像周围都是这样 那些学校 那些全部都在医院 你说回日治时代 大埔混头堂那里 为什么叫混头堂 混头堂 就是混头堂 那时候又是日本人 在那里杀了人 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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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就找那些 雞弓车 倒水泥那些车 一个个头 拿走 所以叫混头堂 那就混头堂 那我们坐时搬进去 那里 又是很猛鬼 但是一样东西 鬼似乎是鬼 鬼是电波 是 但是当你的人气 阳气多的时候 聚集了这么多 天下降 那些鬼都会避免你 都会慢走 但是 有些死不走的 那些 死硬派那些 几大都会令你支持 那些 就是搞你了 所以 其实香港那时候 那些传闻最多 我们小时候上学 那些同学 就会特色有介绍 就会跟你说 我发现了 原来我们学校的花园 那时候是乱状光 然后就全班都很害怕 年轻的时候 很低流 每一间学校都是乱状光 我心想是不是这么多 而且永远都是厕所最猛鬼 而且气院那些全部都一定是 女士 说一说 我们无从计计 那时候那些地方是乱状光 但有个地方 肯定将来 成为一个很恐怖的地方 就是这个 Hello Kitty杀人事件 大家都知道 尖沙咀 那里 这间酒店 这间酒店 真的有鬼故说了 其实这件事 你说猛鬼 也很猛鬼 其实那间屋 也有人死 但是 触目得起 有人虐待致死 不是的 因为他虐待致死 所以他的灵魂 或者他那个闷酒 或者是放不下 那时候 他就会在那里搞 如果我搞那间酒店 我就以Hello Kitty为主题 你希望我超过 是不是 要是这个 要是索性做猛鬼酒店 很多人喜欢来探险一下 一不做一不休 收贵一些 长洲的东邪小竹 也说了很久 不如搞猛鬼城 到现在都没有人 你东邪小竹那里出门猛鬼 我也经常去住 是吗 你不怕吗 我特意去那里 为什麽 够旺的 不是 你说他有幻鬼 那你要感受 我这个节目又讲鬼 有事上来又讲鬼 那你没有看过鬼 没有遇到鬼 那你怎样讲鬼 高sir 我知道你除了讲鬼 又讲过娱乐 我又讲了一宗娱乐新闻 那就是1986年 这个又是李淑 看你又熟 那是什么 原来当年这个女方 她刚刚拿了冠军 新秀 她当时真是红极一时 拍那套赤脚身死 在澳门拍外景 那些刚刚出道很红 不可以随便损害形象 就说她在大三宝那里拍戏的时候 就说要去和海美kissi 应该很恨 我恨了很久 但她就为了怕这个形象受损 当时就很害臭 不够胆做这件事 就搞到现场都挺尴尬的 现在看回 又最神奇 就是那时1986年 在这个新闻报纸上面 当时她和郑玉琳是未拍拖的 他们其实是92年才拍拖 即是六年之后 但他们原来那时就在这份报纸上面 是同时出现了 在这个差不多的位置那里 另一宗新闻就是说郑玉琳 就喜欢运动 有空就会去keep it 就是一宗新闻 就是一宗新闻 都是很红的 就是九种 后来他们两个就合拖 猜不到 其实之后 那时候 女方原来她自己有女朋友 是 就是 认识了郑玉琳 然后就和郑玉琳在一起 接着 看回这么多年 郑玉琳这么有钱 是的 你这样 不是我这样想 不用你去想 我也是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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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奇了 大家一样东西 大家常选择个女人 如果是五十五十的 你说你选择什么 就是那个样子 不是的 我们不是这样的 我先说我的样子 找你朋友 大家都是五十五十 找这个人差不多 找这个人差不多 那你会选择什么 我的人选择有钱 你知道吗 我没有试过有得选择有钱 我真的不知道 你会有的 将你的奋斗市 将你的奋斗市 减低成二十年 缩短一点 缩短二十年的奋斗市 缩短二十年的奋斗市 缩短二十年 也是的 难道这个1986年的报纸 已经早有这个启示 这两个原来会继续在一起 都挺唏嘘 看了这么多年 他们十六年了 最终都分手了 大家知道 有传就说 为什么这么唏嘘呢 有传就说 女方 顶不顺这个女方 郑靖 郑靖 就说她有些怪癖 或者是非常之 生活 非常有规律 是的 她有几分钟睡 有几分钟睡 因为她可能年轻的时候 郑九祖的生涯 实在太过疲累了 就是钱就找够了 到年纪大了一点的时候 就不想过这些生活 所以她很规律的 是很健康的 是 她就一定要 而且她最终能迟到的 你迟到真是罵爆你 那些人 阿肥姐也是 但她也怕了她 太着重自己的样貌 有时可能会过分了 她又觉得有点顶不顺 那样东西多如高sir 人家做幕前 当然是顾自己的样貌 但是我看的新闻 不是这样说她 是 说女方懒 自从和她在一起之后 又不去创作 又不去做事 又不去什么 只是吃和睡 即又变成了 郑小姐不满意 没错 郑小姐不满意 那又不相信 郑小姐十几年才不满意 她也没有做很久 不是的 基本上 她经常叫她 找些东西去做 那告诉你 郑小姐走去找东西去做 不是 给了很多钱 很多钱的女方 去搞东西 但是搞各样东西 都是 光安正正的 虚钱 对了 我就听闻了 包括炒股票 这些是传的 不是的 这些是有朋友告诉我 有些共同朋友 共同朋友 即是说 她说炒股票 就给她炒股票 你说要投资什么 她就给她投资什么 但是单单都是和牌 不是回来的 不是回来的 是 我们都是这样想 不幸 回来之后 她就躺在沙发上 躺在沙发上 躺在沙发上 就睡觉 不动了 不出声 你骂她又不理你 亦都不理你 阮鼻蛇是这样的 这些人想着十几年 都催不着飞我一笨 谁知道是飞我 她想着她不会飞去 她想着不会飞去 那就不行了 如果真的牵涉到钱 或者不知道是不是 这些传闻的东西 但是 说真的 缘分的很难说 十几年 十几年二十年都可以分手 这些没得说的 是 曾几何时 大家都很不看好 又说她是女尊男卑 是 靠女方 但是你忘记了 其实女方以前比较红 她出来的时候 新秀和张学佑一起开演唱会 张学佑加夏天王 曾经一起开演唱会 是一个牌头 当时的 我记得很小时听过一个访问 女方说 不知道出来新秀之后 她突然找到自己第一个一百万 那时的一百万 那时的一百万 真的不是小钱 是百多年 所以她那时 十几年买一层楼 所以她的传闻也很多 就是女方说 串到爆炸 串到那些人很厉害她 少年得志 少年得志 以前是住 好像南田的屋邨 做了新秀冠军之后 又开演唱会 做了歌星之后 一天就不同了 很多 有些旧红人都认识我 大家说 我真是穿鹿包 那些传闻 这些传闻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其实女方 又不是我真的 那么低微 那时你想想 她做赤脚伸子 也是主角 就是TVB主角 那时八几年 但是她好像没有再去 没有发展 没有 可能是靠了几个歌 那迷了去 靠几个歌 靠几个歌 可以唱过小 对不对 但是她没得说 有时制愚乐圈是这样的 你红得两年 所以一样东西 那时候我当年看过传闻 郑月宁就说 她为什么不继续发展 娱乐圈那些东西 她又变成了五大天王 她又问回郑月宁 觉得她不够努力 她又问回郑月宁 那你不早跟我说 十几年才说 现在我还不回 对不对 我又想用四大天王 你知道人就被灭了 那个喉咙就沙了 那你还搞什么 对不对 回头太难 是呀 她唱歌都很灯女 是 不过又是 还唱着一首会名曲 那没什么的 那你曾经有了一些 经典的作品 很多人真的一首歌 就吃一小 就吃一小了 没错 好了 我们回到头 继续和大家说说 当年的奇闻 不要走开 香港开埠以来 有谋杀案 都是要找到一条尸 才可以把我证据演员 对啊 如果 每天失了妆 没人会玩到我 2011年的3月 陈文心被太太揭发婚爱情 2014年 发症人员在屋里面 找不到任何血迹 没有任何衰竹 没有任何衰竹 没有苦臭味 就是皮鞋 就像皮鞋那样 但是那个鞋的表面是要亮的 他就觉得很兴奋 但是他喜欢是女孩的 我就是 你不是只是女孩的 不是 我喜欢男孩的 他喜欢女孩的 你骗人才是说 喜欢我的直脚的 你又特别不同 你这么口甜舌滑 哎呀 我不跟你说 哎呀 这么简单 只有两晚的直隔 去到二楼 应该是alround餐厅 可能是 到门打开了 他就见到一个菲律賓的女人 可能30多 40岁 拖着一个 我想是 6-7岁的小朋友 也是菲律賓人 就是进升降機 很实在 就是正常的 他就进升降機 他就按了一个四楼 就是四楼就下房了 就是有餐厅上房 OK 我上了四楼开了门 他就走了 然后再关门 然后再上到可能六楼 门就再打开 是 在这个时间 他就见到 同一个菲律賓的女人 拖着同一个小朋友 再次入列 蛤 这么厉害 是 www.radio99.tv 一网打尽 十点半时段 暗黑组合 无夜无知 269元三个月 花家姐 肥酥 鬼鬼王 艳劣力 晚晚陪着你 只需要登入 只需要登入 radio99.tv的平台 click入 購买计划 选择你心爱的节目 就可以随时 黏着我们 每晚9点至10点 精彩内容无间断 星期一 狗狗当年奇闻 花家姐 艾力力和高sir 集体回忆光怪陆来香港时 星期三 一曲心动 花家姐 音乐人henry 同志音人 唱进心动歌曲 世味人生 星期四 非常港妈 Maria妈妈 Monna妈妈 分享独门子女经 星期五 无底阴谋 阿毛 阿Miu 游走阴谋街 大包地下秘密 星期六 答错先 花家姐 Michael 王中衍医生 透视诡异精神世界 逢星期二 同星期日 还有暗黑十点半 节目精华重温 播放平台 Radio99官网 及官方YouTube频道 Radio99网络电视 一望打尽 开拓无限视野 做这个节目真的很开心 因为学到很多东西 而且可以贯穿古今中外 逍遥也很开心 所以可以听到高sir说 那么多古时的通识 其实你说报纸 以前的报纸也好 现在的报纸 你有没有作大 有没有说有些东西不是这样的 就是经过报纸 那个记者 撩两笔 那个刺三笔 很喜欢你的批判性 什么是 有一宗 这宗真的有质疑别人 我就很质疑他 他说1985年的时候 中国有个考古学家 叫做贾教授 贾教授 他叫贾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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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那时候我们中国大陆那些 法制、政制 和解股的工作人员 根据不足 很多人 就把那些化石 石石石的化石 或者那些古生物的化石 人类化石 什么都混在 下药材 就混在香港 在香港那里 在香港的中药店那里 他说卖龙骨那些地方 就找到了 那他就曾经 他说可能而已 他说可能而已 那他就说 他曾经在那些中药店那里 找到 找龙骨 找到什么 100万年前的 古人类的 牙齿化石 是不是深水埗那些药材店 那样 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有买过 另外一样 他说找到两件 有一件就是 巨猿 就是那些猿人那些 那些牙齿化石 都是超过100万年的 那我就想说一件事 不可思议 究竟一件事 你中药店里面 我们卖龙骨 那些龙骨 那些龙骨是什么 什么 你想知道是什么龙骨 恐龙的那些 我就知道 我记忆 我们去长洲 大家去到关帝庙 长洲关帝庙 后面有一条龙骨化石 那是鱼的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如果你们去长洲 上去关帝庙 这些都是 还在吗 现在就在 为什么会有条龙骨 我不知道 那条龙骨 那条龙骨 鎮壓着什么 是花石 我是在小学的时候 已经有这些 直到现在 我都常六十岁 那是什么动物 是魚 是魚 有什么很大的 很长的 很长的 有直播台这么长 就用玻璃的箱 箱住了 箱住了 给别人去参观 那是龙骨 他就说明是龙骨的化石 好了 我现在就说回这一宗新闻 见不见 是说见的 八几年的时候 那些我们挖东西 那些化石当然是在泥土里挖的 难道是从你家里出来的吗 挖出来 卖给中药店 不是卖给中药店 其实那个假教授是不是内地物探 假教授是一个朵 他会不会是想追缺那些 非法出境的古物 是一个国宝 是一个国宝 一百万年前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一百万年前 不知道是什么世界 我不知道怎么验出来 可能这些金贵东西 在八几年的时候 还有很多偷运出境 找食 刚刚开放 还有很多这些市场 还未那么完善 贪污 有机会将那些宝藏 宝物 古董 全部都运出来 很值钱的 是吧 但是我觉得他这件事 其实他不是 他不是真的想指责人 因为其实挺无厉害的 他怎样可以追踪到那些化石 去那些药材店 全香港有这么多药材店 你怎么找呢 艾成拿了龙骨出来找 我都看不出哪一块打哪一块 是吧 有时间找这件事 你说得对了 因为你不是专家 你怎么看得到 这样也认得 怎样知道北京人化石 怎样认得一堆东西 我告诉你 如果去考古 那些人就等于你去图书馆 考布置一样 他一看到这些什么 他的眼睛会放光的 这是事实来的 让我们这样 你给了一堆石头 我也不知道那些是保护的 还有他们辨认颜色很厉害的 红色也有千百万种 我们看到红色就红色 最多是淡红、深红 他们是很多分类的 如果根据这件新闻来说 他就不是走私的东西下来 是不容易下来 如果走私下来 他自己也招了 走私的东西 那位教授就走去那间叫中药店里面 找这个龙骨 找龙骨是药材来的 找一找 发觉有保护了 把那些保护了回来 不是人体残枝吗 刚才被人杀了 那些人体残枝 不是刚刚新鲜刮下来的 但我觉得假教授 你找错地方 你这些你不降意运下来的话 那不关我的事 药材谱不知道 运货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那你回到上面的问题 你回到上面 搞你回到源头那里 找回为什么 会将那些 那么值钱的人类化石 去混入了那些药材 还有这个家草不出代算 那不关我们的事 是家草来的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他不突然走来香港 找回那些石子干什么 那不关我的事 不是他找回 他不是代国家找的 他代自己找的 他说在那段新闻里面 他说他那些是自己收藏的 留下自己收藏的 透露有这一件事 那尤其如果你想收藏 那你无端端找到宝藏 全世界没人知道 你一个人知道 被人运到香港 扮这个药材谱 几元你就买到了 你还不可以去买 你为什么上报纸 告诉别人 其实你知不知道 其实他现在这段 我也知道 为什么那些有那些 化石那些古董那些走来 其实就是 我们以前 如果是1985年的时候 那些农村是很穷的 猪肉都不可以吃 那他们是不是挖了一些东西 就一袋袋 就连上那些 就是 是几元的 卖给那些中介的收买奴 收买奴就说 这些又收藏了 这些给药盒很适合 可惜我们现在 不能够回到未来 如果我今时今日 看到这宗新闻 能够回到85年 84年左右 我就回大陆挖 今时今日我就够了 尖沙咀有几个数码 不用挖了 就像他那样 这些收藏的 龙骨的中药材稿很多 我现在挖不了 我要回到未来 我说那时候 那些考虑学家找不到 挖了出来都要几元 赠卖给那些人 是 最不知 现在找得到吃呢 现在这个年代的考虑学家 不 古董就找到吃 但是你考虑就找不到吃 古董就找到吃 那你找到古董就找到吃 但是国家的 不是你 现在很多假的 你知道吗 就是 如果找一些真正的 国家的 你有办法的 那时候秦始皇那些 那些 很多人 那些农民 又是 找到之后 又是很便宜地卖了出去 是的 随时不知道 他们也不知道什么 现在柬埔寨又说 在那个吴哥福附近 找到一个可能在地下 有一个超级大的股城 就是经过这个科技找到 那里有很多农民住在 他忽然去挖一些东西 就是他都不知道是什么 有点赚钱的 所以现在我们去柬埔寨 就是可能去85年的中国 这些很发达 是 那首先去86年的中国 现在你 86年中国 是 都是那个年代 开发又 就是 开发又未开发 就是 你说性是吗 开放方面又不是很开放 性开放 那有宗新闻很奇怪 是广州的新闻 他竟然是这样写 他说广州的心理医生 遇到首批 变态的患者 他第一句 已经说这些患者是变态 这宗新闻 我真的很想让大家一路看着 那些文字的标题 我读读给大家听一下 他说广州出现同性戀 二十多人性变态 很简单 他将同性戀 等同性变态 但是没办法 那时候是八多年的内地 即他的同性戀 是有二十多人 是吗 最少 他认为他们是同性戀 证实到 其实他们里面那些 有些不是同性戀 内文就会说到 其实有很多人 有二十多个 就是怀疑心理病的患者 去看心理医生之后 好像心理不心理医生 那时候是一个新兴行业 那也是 然后他就说 他们各自都觉得自己有些怪癖 其中一位身份是 袁林设计师的男病人 就跟那个心理医生说 他对男性的无德意很有兴趣 那可能他是有少少同性戀的倾向 但是另一个干部就不是说这件事 他就说他对女性的内衣富有兴趣 那摆明他不是同性戀 那标题真的只是乱作 就是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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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 有一个叫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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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 兩岸新聞 但他寫到這樣也很奇怪 可能他經常會複製的 因為他在廣州專訊 其實廣州有個新聞 他是廣州的記者寫 即是廣州用他自己的術語 自己的看法寫 但卻不知他們將整件事 譬如易服癖 就是剛才所說的戀戀戀狂等等 全部將會變成性變態 而包括同性戀突出 可以看到那時八多年的時候 其實在香港的同性戀 都不是很開放的 是要很地下情 都是有些地下情 沒有現在 你經常看到兩個男人拖手 或者兩個女人拖手在街上 現在很多都出櫃 就算我不知道他們沒有出櫃 總之他們拖手走街 現在看到你也會沒甚麼 也不覺得很奇怪 因為很多人見到 但在八多年的時候 香港也是一個紀位 可能絕對在內地 是更加… 化驗新大陸 是的 會藏著藏著藏著 所以當時那個心理醫生 是不知道為甚麼出來的 那些病人都不知道 是否他是想套病人出來 那時這件事是捉你出來的 你不是吧 你是同性戀 那些變態人 我一定會捉你出來的 所以有這樣的新聞其實都挺奇怪的 是 我告訴你 其實… 你的眼神突然好像有點… 不是這樣的 是怎樣的 我說甚麼 現在我們在街上看到兩個女生 拖手抱著一起一組 你不覺得是… 女生之後你八多年都不覺得 但如果… 女生也不太覺得 如果你說男生兩個在街上 就比較刺眼 但現在真的有很多 真的有 以前我想我八多年的時候 你看都沒有看過 說真的,同性戀 你只是懷疑 或者笑同學 你們都是機佬 會這樣笑 但其實你從來不知道他是不是同性戀 亦都不知道同性戀 究竟是怎樣的 亦都不會在街上看到 電視也不會有同性戀的節目 是吧 但現在不同了 說得很開放 說出來都有 就像高sir說 在街上他們真的在親熱 都會有很多這樣的事情 你見到最多看一看 不至於他報警 那我這裡要賣一點廣告 大家要去看回我們 冬頭第二季 是 就說了一宗麥洛倫案 是吧 就是八多年發生的 那這宗案 即是那個被殺的 麥洛倫 他表面上是自殺 但都懷疑是自殺 你說那個幫辦 幫辦 你一說我記得 他也是被懷疑是一個同性戀者 那這件事直接促成 香港這個同性戀的條例 非刑事辦 沒錯 直接促成的 這個大家要趕快點去看這宗案件 這宗案件是否因為自己是同性戀者 而被人迫害 甚至是被殺害 這是一個懸案 是 一個人連開五槍自殺 五槍自殺 這件事在警界應該也很… 我當年很出位 我們也很多時候討論過 你也聽過 聽過的 你一說我怎樣就立即知道 老實說 我不相信他自殺 你覺得一個人 有沒有可能開五槍自殺 自殺就是一槍過 是的 頂了腦袋給你開多槍 兩槍 但是這宗案件 我們相信一件事 如果殺害的 也在警察局做高官 可以把案情蓋住 那你要看我們的節目 我們有提到很多內文 內情 所以一件事就是 做甚麼都好 其實同性戀 也不是犯甚麼 犯了我們的事 對吧 我們接受與不接受 就是你的事 但是別人做的事 其實我自己本身 我就是支持同性戀 秘密的組織 一個免費的節目 逢星期五晚 剛剛做了一集 在7月至8月期間 都會免費播放 在我們Radio99網上的電視 裡面有很多陰謀 其實同性戀 在世界上 這麼多合法化 現在通常都很開放 很多地方都合法化 甚至可以結婚 其實這個都很多人說 是一個陰謀 是嗎 為甚麼呢 其實因為同性戀 之後就不會有下一代 人類的數目就會減少 很多陰謀論都會經常說 想減少這個世界上的人類 因為根本資源不足 又或者因為精英 想將資源傳回到自己 就不想那麼多人 分薄了這個世界的財富等等 所以其中一個order 就是據聞傳聞 就是說同性戀的合法化 以及可以結婚 其實是一個陰謀 要找到無論網友 找人說一集 你說同性戀 不讓結婚 可能是一個陰謀 不讓他結婚 是陰謀 是的 是一個陰謀 究竟愛爾蘭禁止離婚 又是否一個陰謀 禁止離婚也可以嗎 禁止離婚 原來在1986年的時候 愛爾蘭的國會 提交了一個議案的當年 大家就是剛剛英國的 脫勾公投 對公投這件事會多了認識 當年愛爾蘭就這個議案 就作為一個公投 就是說 因為他們本身就有離婚合法化的 離婚本來是 合法的 不容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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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跟國際接軌 就說不如大家建議一下 不如好不好離婚合法化 讓大家有這個人生自由呢 當年就做了這個公投 民意上就說有三分二的市民 都認為應該的 應該是讓大家離婚的 那相信有三分二的市民 真的想離婚 其實不是的 如果兩夫妻就好 根本是不對的 不合的 你天天拖在一起 你就要發生命案 才可以解決 多潛艙 但你自己幸福當然 你說得對 你說得對 所以很多人 當然不讓離婚 因為他國家有宗教 很多傳統 所以他那時八幾年 他就跑來投票 但果然有三分之二的人 就說 你最好當然是離婚 但都敢擺放 到現在 這個愛爾蘭 仍然是禁止離婚 為甚麼 我怎知道為甚麼 因為他就是宗教 他的宗教力量是大的 即是他的公投員沒用 即是現在人們在吹 他應該公投員 就是傾向要禁止離婚 傾向禁止離婚 不是 是禁止離婚 即是他的宗教 就是宗教大的一切 即是像現在中東那些 攬炸彈 他的宗教是控制 部份極端的人 其實不是很多 但很搞笑 找了資料 這些資料 如果不更新 大家就告訴我們 找了資料 原來你現在在愛爾蘭 結婚是這樣的 是有一個期限 如果要是分期加一個期限 是100年 如果你的年份 例如說你是一年 或者是100年 100年 你要付結婚的登記費 便會很便宜 只是幾元 猜到 5毫子英鎊 如果你的分期是一年 就要2000英鎊 即價錢會比較貴 即是他結婚的期也有 如果是有 但你一年之後 你可以續約 大家再談一談 不公平 即是有錢人肯定 每次選一年 半年 半年 我想試試而已 我不想付得起 即是我們這些窮的 不要嫁 50年都欣賞 通常是被迫婚的 其實我不太適合 老實說 兩個是不相識到相識 相識的時候 就是拍拖 拍拖成熟才結婚 對嗎 那你拍拖的時候 將你的壞事當然是收起來 過了 是嗎 那都是這樣 對,過了 好,當你結婚之後 你那些不等待的壞事 或是甚麼都揚出來 大家在家裡太過沒有距離 經常要接觸到 那你不接受的時候 就要離開 是嗎 那你還在那裏 他現在很公平 他就給你 你自己說 你想結結一年婚 五年就收你幾百英鎊 是 如果你結一年那麼損 那比較二千英鎊 這個要懲罰 知但有沒有人選一百年 我是 那代表甚麼 對你 99年 但問題就是這樣 如果我選了一百年 但其實我兩年後離婚怎麼辦 不給離婚 現在就說明了 說明了 簽了約 所以說不給你離婚 我覺得是政府穩定 契人都簽了五年 簽了幾年 不要加那麼多 是貴的 公車都公四年算了 其實一件事 如果你跟你結婚 跟你結婚兩年婚 你那天就值不值得 不是,可能對方都是這樣 不要簽我了 我未必頂得你 你知道香港很多人 喜歡同居 是不喜歡結婚的 那你猜香港可否參考這個條例 香港為何要參考這個條例 我肯定開拖 高sir 第一個反對 上街 高sir 出名的無法丈夫 無法夫婦 不是說他們不煮飯 是他們真的有煙飯 不是,我看到他們真的不煮飯 我經常出街吃飯 每天都清清 很棒 但是到這麼多年 你是什麼分來的 什麼分,金分還是什麼分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分 金分你又誇張了一點 高sir 多年聽聽 30年左右 30年都未夠 30年都未夠 如果大家又要聽回我們第一季 那一集高sir 應該是說龍虎山雙事案 挺好記憶 高sir 就說回他 年紀大了多少年 他當年怎麼認識他的太太 就是他一天走必 那他太太就在 現在D1 D1 那個位置 尖沙咀 走來就問我 就說怎樣去那個 東鷹東 東鷹大廈 即是你抄人牌 喂,真的一樣東西 這樣會逼的 花姐,為什麼你 到現在 2016年 你都記得這麼清楚 因為很深刻 那股小浪漫 是啊 你招牌 你想想 這樣走到現在2016年 那麼恩愛 那你又試試 他走到彌敦道 看看問問sir 即是找過sir 全部都沒有了 他跟他找過比較英俊 sir問問路 看看sir會否抄牌 真是善殺旁人 其實你剛才說到陰謀論 待會再說吧 好 你說兩個男人結婚 或者是一個陰謀論 我想問你 阿玲玲 你是喜歡女人還是男人 你是喜歡女人的 是,很明白 如果你說陰謀論給男人 你給胡蘇律答 給周深毛那些 當然不行 跟你一起結婚 行不行 你什麼陰謀 好 你說吧 但問題呢 那個陰謀論 其實意思是說 促成多些人 會繼續走這條路 因為如果你不讓他合法化 又不讓他結婚的話 很多人就會選擇 可能甚至轉態 即是我不走這條路 因為那個世俗容納不到 你接受不到 你壓力太大的時候 你可能會離開了 但當他說合法的 你們兩個可以結婚 即是完全不是問題 那麼你不用避忌 這些眼光 多了很多人 所以你應該說 如果大家的心 都是喜歡男人 當然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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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回到 我這樣說 我的心是喜歡女人 你給什麼陰謀 我找個男人 逼你不到的 我們給了100萬元 我都不願意 高Sir真的很棒 我也很怪 對嗎 我們想到的事就要說 對 總之 你們肯聽的 我一定敢說 就是這麼多 是嗎 是呀 說什麼都可以 你們肯聽的 我給錢贊助這個節目 多謝先 好 多謝高Sir 你出力了 我已經很開心了 是 希望 或者高Sir的粉絲 都來支持這個節目 叫人家 我們Facebook 看看我們的節目 好嗎 如果你們是喜歡看我的節目 或者聽花家姐的節目 都是一樣的 你們可以進去 東台灣的網頁部 Radio 99 Radio 99 Radio 99 WW Radio 99 TV 你不可以找到我們 進去裡面 給個讚我們 這樣也叫做 沒得到賺錢 沒得到 先賺錢 賺完再給錢 好嗎 非常多賺錢 不要說錢 這些星期二星期日 重溫一下 紅星期二 看我們精彩節目 明天有我們的 付費節目的免費重溫 精選 記得九點回來 我們這個平台 好嗎 同樣下星期一 九點繼續有 我們這個 九九多年期情 期吻 期吻 不要緊 九九多年期吻 因為我們不是對狗的 即是說得出就說 節目名不能錯 下星期繼續有我們三位 好 下星期再見 拜拜 請 情殺 虐殺 肢解 連環殺人 默默驚心獨棠案情 盡在東頭灣道 九十九行 第一季一共九十九集 經典重溫 首次推出後 得到一眾奇案迷支持 反應熱烈 現在次推出市場 如果你都想收睇收聽 請馬上登入 www.radio99.tv 以299元申請S1計劃 或者以129元 入場收睇部分節目 感受奇案的震撼力 無論吃雪糕 做Facial 臭小孩 打火鍋 還有 貴頭裝網 總之每分每秒 總有奇案如理上妝